据环球网3月11日报道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诺夫瓦克10日表示 泽林斯基愿意在国际协调人的参与下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对话 但是乌克兰不会做出任何妥协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三天内泽林斯基第二次求见普京 日前泽林斯基一改往日抢阴态度 在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电话交谈时称 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伊斯坦布尔或安卡拉举行会晤 还跟了一句 具体地点取决于俄总统的意愿 当地时间3月1日 泽林斯基在接受CNN采访时 再次喊话表示 愿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直接对话 俄方则表达了不急的意思 俄乌局势一言一劣 当地时间3月10日晚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置新战报 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 也有2998个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被瘫痪 其中包括98架飞机 110架无人机 144套防空导弹系统 88个雷达战 1007辆坦克核装甲车 109台多管火箭炮 374门火炮和迫击炮 793辆特种军用车辆 当地时间10日上午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和土耳其外长 恰乌什奥卢在土耳其 安塔利亚举行三国外长会谈 这是自2月24日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俄乌高层首次直接接触 据了解 此次俄乌图外长会谈 持续超过一个半小时 但是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称 以拉夫罗夫的会谈进展困难 双方没有达成停火协议